韩国医生大公辞职潮风波持续 医生福利欠佳的情况之下 造成国内医护人力资源分布不均 首尔定级医院林立 但是二三线城市 多家医院长期面对医护不足的问题 乡区病人无法得到最及时的治疗 如今韩国人口老龄化 加上出生率已经写下全球最低 恐怕这个趋势未来会迅速恶化 人工心脏医院的图属室 거의二年 정도门을 닫은 적도 있었습니다 医生 한 명을 못 구해서 근데 이런 것들은 전국적인 현상이고 심장을 보는 순환기 내과의사는 지금도 못 구해서 지역 대학 병원에서 교수님들이 일주일 이틀만 나와서 외래만 봐주고 계세요 人川医疗中心院长崔成元透露 当下医生难求 医院的心脏科一直找不到永久员工 不得不找附近医院的流动医生帮忙 韩国二月份爆发 实习医生罢工潮 他们抗议政府增加医学院招生计划 却无法缓解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 罢工级辞职潮延烧几个月 已经严重影响了韩国境内的医疗体系 但政府坚持增加医护人员数量 是必须首先采取的解决方案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 韩国每一千人只分配到2.6名医生 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中调车尾 关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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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